第六章第七节 在第六章第七节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缓密说——李来 这段时间的其中一个很软动消息 就是香港短短两个月 他的死亡人数追过了全中国大陆两年 疫情里面死的人数 就像牧师所说 其实在96年 其实牧师当时整套养分疗法 已经给了一个很完整的答案 其中都很特别就是 当年牧师其中是引用了 袁大明医生 他们很多外国的资料 其实疫苗的骗局 其实对人体免疫是恐惡的祸害 但在石康回来都知道疫苗的问题 但上年3月21日 因为网络已停止了一段时间 没有出新的资料 突然缺乏关于新出的疫苗的祸害 所以牧师当时也叫了资料员 立刻要做一个描述 将里面的资料去解释 因为当时网络就很特别 他也说了一件事就是 接下来的疫苗 其实他不单止不会防止到 那些人不确诊 甚至会令到很多人 一生都要继续打口诊 因为他变成一个 隐性的打菌者 但除了上年3月到现在 我们真的见到全世界 无数人打完疫苗都是确诊 所以这个明显看到 牧师当时 养分疗法4794这个信息 根本已经给了一个答案 但反而就是 现在很多人打了疫苗之后 就会出现免疫苗 这样 是的 因为你提到这个点 我自己身为牧师 尤其身为一个 二千人教会的牧师 就更加确认了 一个可能性 和一个可行性 因为我们也有 对弟兄姊妹 会作统计的 就是他们感染 感染了之后 他们会有病征 疾病等 因为很容易 现在网络 每个人都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教会一手集 之后就可以 算到他们感染的分数 感染了之后 会有的症状 和他们如何痊癒 就发现 我们这二千人 一样生活在香港 一样是上班 一样是要坐巴士 一样是要坐地铁 一样是要出去吃东西 但是我们的感染的分数 低过来很多 以我们上周完成的统计 就是11.16%感染 但是你以为 想着 香港感染到50%了 因为我们做统计的时候 基本上 香港感染差不多 那时候已经接近50%感染 香港感染50% 但是教会感染11.6%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这个统计 是统计教会过去两年里面感染的人数 不是这几个星期 你知道吗 香港在这几个星期里面 我计算全香港都感染50%以上 但我计算我们教会两年 为什么呢 因为要问这两年之前 哪个感染 然后我再问他们 最主要我想知道 他们感染了之后 他们有病征 给我 然后还要问哪些是轻 哪些是重的 我们两年里面 在香港短短几个星期 都要50%感染的成功 但我们两年里面才11.6% 你想想多疯狂 那种疯狂 我们大部份 顶姊妹有时候帮忙 他们要被隔离 因为不是他们感染了 因为那座里面有人感染 你想想一个数量 换句话 今次这件事当中 我们教会其实感染的过数 是单数的 因为现在是11.16% 所以变成了 在今次这几个星期 其实我们真正 教会感染的 随时只有5% 你想想 相差就是天同地 因为一直都听回 例如我和他们吃饭 他们有时候 整间公司感染 就是他们 用养分疗法的班 就一个都没有感染 全间公司 就是同一个写字流 你想想 所以这个 只有11.5% 你千万不要想 虽然我们是这几个星期 去做这个调查 但相对 其实这是我们两年里 加上的总感染人数 看述第六章第七节 建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换物说 李来 ENG记住给我我也想欣赴 otra 人生 能置着你深羞vas 是你 玩着我手 见过错né与 eggs 你ros sake 你编暖 祭爱 最信实 最可参 心明念 念十家恩惠一生真恨 人生从平淡变奔纷 女恩情没有千言 在我内心落入 谁将你演着我 跟我因风暴变更 Zither Harp 风月泪让我安稳 苦困累陪伴牵引 是盘石可掩靠 最怒顾最坚韻 心满在上帝心印 求为你谦有魂 我愿在内心回忆 偏逢我真诚恶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